总统青春故事馆 作者童文勋 旭 在一个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 要如何找回热情 勇气 荣誉感 与前瞻的视野 我的方法是回顾历史 如果一百年不够 那就回顾四百年 四百年前的台湾 在大海海时代 是个土地高于 各国贸易繁盛的富裕之地 1624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台设立代表 再过四年 就满四百年了 台湾并非蛮荒生地 台湾容纳了多民族 多文化 情况就像五月花号 在美国东岸靠岸的时候 自由 是这块土地的真相 台北盆地 曾有水路与梅花路 在此奔跑 但我们对这段历史 不复记忆 从1895年 马关条约以来 台湾在不同的 殖民者统治下 转变着认同 最后 崩解成不能交集的平行线 认同日本 认同中国 认同美国 主张台湾议事 认同会带来痛苦 因为与其他人的认同 产生冲突 所以无法对话 其实每个人 从出生之后 就顶天立地 回想四百年前的台湾 哪来的统独 本省外省 蓝绿 那么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 这种撕裂的泥浪里 有没有办法 跳出那个陷阱 就像台湾这块土地 承受着包容着 来来去去的生命 让每个人的心灵 都得到自由 蔡英文 宋美玲 以及其余的台湾女儿们 或许可以带着我们 走出这个泥浪 逻辑是顺着时光机来的 1945年二战结束 美国与台湾 以及越南政府的关系 为妙 牵引着后来70年的故事 蔡英文的父亲 蔡杰森 在1947年 从屏东北上 成立朝阳汽车 那年也是 228事件的同一年 1949年 宋美玲与蒋介石夫妻 下野来台 之后 国军才陆续抵台 4万元换议员 滥发货币的结果 新台币上市 隔年 寒暂爆发 美国改变对台的态度 维系了台湾的安全 与货币的稳定 但也带来了美军铸台 治外法权 疲肉经济 1953年 革命实践研究院 分院成立 任爵武掌权 1956年 蔡英文出身 1957年 刘自然命案 抗疫群众 冲进美国大使馆 隔年 1958年 823炮战 许多年轻的精英丧命 1964年 彭明敏发表 台湾自救运动宣言 不久之后被捕 1965年 美国大量投入越战 也决定 以台湾为物资 补充的大后方 任爵武 贤命变更地母 创造一栋 针对美军而来的 中央各军事学校 同学会馆 1966年 蔡杰森在50公尺之外 盖了林口大饭店 其实这是一栋四层楼的 集合住宅 面积约为300平 然后蔡杰森与任爵武 合作变更了 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用地 不但变更地幕 取得建造 买地 又把不动产股全化 于1969年成立 正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蒋介石的名讳 勒马饭店 寄生在中央各军事学校 同学会馆的表皮下 成功取得实用执照 开始做起美军生意 与党国一起发大财 在此同时 1970年 彭命命逃至瑞典 1971年 台湾退出联合国 同年发生 纽约时报 与华盛顿邮报 五角大下文件案 关于美国国防部 在越战的机密资料 能否报导 美国最高法院 作出历史判决 这一年 戴延辉被蒋介石 任命为台湾第一位 台籍大法官 宋美龄成立了华兴队 屏东邦成立美和少棒队 1972年 蒋介石任命张峰旭 为台北市长 蒋经国为行政院长 1973年 旅北屏东同乡会成立 1975年 蒋介石过世 宋美龄赴美 1978年 蔡英文赴美求学 1979年 台美断交 蔡英文奉赴命 治美一年 吕秀莲放弃攻读博士返台 同年 美丽岛事件 吕秀莲入狱 1980年 蔡英文赴伦敦大学 政经学院攻读博士 得到Henry Luce奖学金 1981年 陈文辰命案 1983年 蔡英文返台 同年 海霸王开幕 蔡杰森与海霸王庄家 交叉持股 蔡英文尚未拿到博士学位 却指导硕士生 临还 1984年 美国发生江南案 台湾发生蓬莱岛案 1986年 宋美龄返台发表 《我将再起演讲》 1987年 台湾解研 蔡英文取得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 与马英九一起执导 政治大学硕士生成三儿 1988年 蒋经国过世 蔡杰森投资内谷土地 1989年 蔡英文成立事务所 接德州投资案 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 1990年 台湾国大代表选总统 李登辉与李源处胜出 主流非主流之争结束 隔年 宋美龄赴美 海班王餐厅发生大火 1993年 第一次孤汪会谈 1994年 宋美龄返台 探视病危的外甥女孔令伟 1994年 广岛亚运 1995年 WTO成立 1996年 蔡英文简合台湾律师 1998年 蔡英文参与第二次孤汪会谈 1999年 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 通过正中企业土地 从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建筑用地 变更为商业区 2000年 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 2003年 宋美龄并视纽约曼哈顿 松瘦105岁 2005年 蔡英文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2007年 LSE 台湾研究计划 48万英镑到位 2008年 蔡英文与李远泽等人 杨明山密会 蔡英文赢得民进党党主席之位 2011年 蔡英文写自传 洋葱炒蛋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清楚 宋美龄与蔡英文有什么关系 但我相信 有人已经看出关键了 如果有一道红海 蔡杰森带着儿女 与一路累积的家产 站在与宋美龄同一边的岸上 红海的另一边 则是彭明敏 吕秀莲 陈文成 以及被践踏的台湾女儿们 台湾百年来 只有一条分野 有权有势 无权无势 其余的切分法 都是谎言 深层政府的谎言 什么是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 就是一群非经民选 由政府官僚 公务员 军事工业复合体 金融业 财团 情报机构 所组成的 为保护其既得利益 在幕后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 台湾有深层政府吗 当然有 国际的深层政府的手 也伸进了台湾 本书出版的时间 适逢蒋经国日记 在征颂之后 终于可以公开 从蒋事的日记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宋美龄与孔宋家族 如何插手政局 这种不受民意监督的参政者 就是深层政府的一环 蔡英文的论文门 以及发生在他就职典礼前的 总统府害各门 也证明了这群 美国总统川普口中的 沼泽生物的确存在 但也给予我们摆脱控制 找回自由的机会 童文勋 2020年5月26日台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友 2013年9月26日台北 从店里發生了 约五官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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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